大家好 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喵政治每周帮大家喵一下台湾重要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按下小铃铛 还有Sounddown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KK Box First Story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在Apple Podcast帮我们留言评分哦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开场 就是萌萌的声音中气十足 有吗 有这么明显吗 有啊 蛮明显的啊 就是前几集就是那种刚睡饱 午觉刚睡好 因为我们现在都吃完饭然后才录 然后那种声音就是有一种 呃 我吃饱了 一直被大家被听众那个 这个反应说声音太小声 可恶 就是我们声音落差有点大 但 但我就 好 我又平板 我想说今天这一集看有没有比较改善 这个这个这个问题 然后想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他就是上礼拜我们上节目的时候 有出现一个技术性失误 就是我们 不小心把 上个礼拜 诶 四十几集的内容 上礼拜是四十三集 四十二集上成四十三集了 anyway就上错了 不过不过我觉得这是意外的收获 就因为饭不是一直很在意吗 其实一直在讲说 诶 到底我们能听我们节目啊 对 所以这个我们一上传之后 马上就得到了如噓 那个什么 这个回应如雪片般飞来 诶 你们上错了上了上个礼拜了啊 我怎么觉得好像听过了 原来是上错了啊 对 其实我们也想要听听看 诶 是不是真的听众有发现呢 果然 啊 马上就有人发现 是重复的内容 嗯 检查成功 检查成功 然后就是 本来上错很紧张嘛 结果后来想想说 诶 其实这样就发现 真的有人在听诶 真的 因为会有人care说 上错这件事情 对 然后就简单教大家一下 因为我知道那个app 就是podcast的界面 就是比较 比较不太好用啦 我自己觉得不太好用 然后你如果 就是收听我们节目 其实它有一个功能 是会自动先把你节目下载好 所以如果你已经下载好 是27分钟的那个版本 就42集内容的话 我们就算更新了 你们也会看不到 听不到那个更新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先把 暂存的 就是所谓下载好的节目内容 可以先删掉 然后再重新下载一次 这样 搞不好有人现在还没听过43集 还以为那个43集 听得还不错耶 跟42集很像 还没听到真的版本 就是 我是觉得上礼拜的节目 其实蛮精彩的 对啊 而且其实 我们上礼拜讲到 台湾之春这本书嘛 然后后来 作者胡慧玲也有听到 我们那集podcast 哦 对 据说反应还不错 我还不敢亲自问他 他就听了 嗯 那个那个 到底感觉怎么样 但 乍听之下 他的反应还不错 嗯 希望多支持 如果你觉得我刚讲的 流程太麻烦的话 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你直接在那个podcast的app上面搜寻 台湾之春 因为全台湾两千多个podcast节目 只有我们做台湾之春 所以我保证你找到的 就是我们的 那一集就是我们 哦 学起来学起来 如果找到别的话可以贴给我们 我想听他怎么讲 好对没错 好那我们就 赶快来进入 这个礼拜我们要讲的内容 哎对啊 哎范娜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上礼拜吧 还是这礼拜 我们有做 整理一个 那个国际的新闻 那个 国际的新闻 国际新闻 那也有国际新闻啊 那算是国际新闻啊 是啊 国际啊 中国是国际啊 而且是中国和美国 好的好的 就我们 这礼拜就是 有分享一篇 我自己觉得电影感 还蛮强烈的一个 一个故事 哦怎么说 就是 就是里面就有很多 地害的角色 什么女间谍啊 然后色诱啊 然后什么政治人物你知道 就是这种电影场景才会出现 然后我想说 叫萌萌用他就是 等一下 我是很担心这样讲女间谍 我 我发讲政治不正确的话 好我如果不担心政治不正确 我就跳过 然后让你去补充 这样 没有 我就想说 这个这个就是 用讲的感觉会有 别有一番滋味 就是可以来听听看 这个这个故事 这样子 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 我们听过美国有一个 网络媒体叫做Axios A-X-I-O-S 他们其实做蛮多 就跟于中国有关的一些 专题报道 那呢 就是上礼拜的时候 他们公布了一个独家的调查报道 他们发现有一个 呃 中国的女子叫做 芳芳 但是她那个是 就是直接音译啦 反正芳芳就是两个字 大家看怎么凑 然后又叫 Christine芳 对 那她在2011到2015的期间 那她有被发现 她刻意去锁定 接近加州的旧青山湾区这一带 呃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民主党籍的政治人物 就是她那个接近怎么接近 比如说一些 募款餐会啊 然后一些竞选活动 什么之后 就故意去参加 然后甚至 她就打入那个阶层嘛 打入他们的这个 社交界 社交圈 生活圈 然后也可以 就是认识他们的 就是越南说英文叫A foot in the door 就是 越南说已经 进门了 那你接下来就是你要 呃推销东西什么就很方便 那像他们之前 还有被发现的说 他在一个那个政治人物的一些办公室 还安排了实习生啊 那又过重生命的活动啊 那其中甚至报道提到啊 说这个方方啊 中国的这个间谍 还至少 与两名 美国这个中西部的市长 发生 关系 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是什么调查 那总之这个是 这个是来自于他们报道的调查 而且他们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 美国FBI的 调查资料 对 然后还帮一些民主党的 中议员啊 来往密切啊 募款啊 等等 所以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很 很重要的是说 因为这些政治人物 虽然好像已经是 呃 从事政治工作 但还不是最top 就是他 我觉得他有可能就在压啊 就是你知道吗 养他还没红之前 我先 对 觉得可能谁有机会 我就先从他 还不得有名的时候就开始 因为你想这些美国政治人物 如果他已经是 就是那种很top 很顶尖的话 那其实那个时候 你要再接近 也比较不容易 而且可能都还会有戒心 所以他这种就是长期 他就开始养 等于是你还是这个 刚入 刚出道的时候 我就跟你培养关系 而且 也也许 也许是正当关系 那也许 你可以想象 如果有些台面下 见不得的事情的话 这个就成为以后运用的筹码 就是假设啦 如果真的是有些 呃 呃 比如说 不正当的 比如说婚外情 或什么 那我留下证据呢 那你以后成为了 国会议员 参议员或是 呃 州长 甚至如果竞选 更高位阶层的 这个政治人物 你也许是 部长啊 也许甚至总统 副总统的时候 那你我可以用这样的方 这样的一个证据来就是操纵 哎 你看哦 如果你不答应我什么什么话 我就要揭露当时的一些 比如婚外情的证据等等 可是我想问就是 例如说如果你本来就是政治世家出身的人 嗯 难道你不会有敏锐度吗 就是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呃 身份比较特别的人 就是进入你 你的生活中 然后这样子一个背景 还是他们人设设的很好 让你完全 对 因为这个方方我记得到了 美国的时候 他一开始理由是念书 所以他有 organize 他有组织一个就是那种 中国在加州 那些什么学生会啊 那样的一个组织 看起来好像很serious 对 而且其实在美国加州本来的 呃 我们讲华人 或是你说中国人的人口就很多 所以 为了选票 我们讲最 政治人物最 一般的动机 他为了选票 哎 他本来要去接触这些人 也很正常嘛 啊 我看 如果这些人有些是当地的 有投票权的人 然后去接触他 他就会投给我啊 那加上募款 他如果这个方方 如果能够帮助他们竞选活动募款啊 办活动啊 然后 找这个免费的人力志工啊 哎 这多棒啊 所以 这个东西是很正常一般的 嗯 你可以想象他们这个事情 啊 省了多少麻烦 那么多人愿意给我钱 愿意帮我这个 发传单 帮我宣传 和乐而不为 去找他们帮忙 但是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 呃 因为这是其实到 是2011年到2015年 就是还不是这 五年的事情 嗯 他说这是过去的事情 但而且这只是 其中一个 被发现的 中国留学生 而已 所以你其实不知道 到底还有多少 这是其中一个案子 这是美国加州 旧金山湾区的一个 间谍的个案 对 到底有多少像这样的人 其实还不知道 那像他们这样被揭发 可是 可是我们要怎么证实啊 哦 那这个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 他这个事情现在会公开 我觉得某些程度啦 就是因为调查已经closed了 因为 确定是他 因为这个案子在2015年 有点像是 那个美国的FBI 有点开始收网 开始去跟这个 被接触到政治人物说 就是说 诶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谁哦 你现在跟他接触的状况 怎么样 对 所以那些政治人物 就离开美国了 然后再也没有回到 返回美国 所以美国的司法部门 也没有对他再去的 那个进行 更进一步的诉讼 所以 有点像是就 啊 别人了 人就不回来 就消失了 就 诶 不见了 所以很恐怖 回到境内 境内啊 回到这个祖国 回到祖国 对 所以他们其实 从 这个Axios 就刚刚提到 首先报导这个 这个事件的美国媒体 Axios 就认为说 说 从方方这个女间谍的案子 可以看出来 中国其实愿意 花几年 十几年的布局 去 这个从事间谍活动 因为他们知道 今天的这个市长 跟local的一个 当地的一个市长 还有市议员 明天可能就会是 州长 或是会国会议员 就可以 主导左右 这个国家的政策 我们觉得他背后 搞不好有那种 很了解 美国当地 政治的 任务关系的 团队 然后去分析 要对谁下手 对 下手 对 就是 谁特别脆弱 会不小心 也不特别脆弱啊 可能就说 这个有可能是未来的 很厉害的 明日之星 对 然后听说他好像 谁缺什么 有人缺钱 有人缺人 有些人缺就是 关系 各种 各种可能 其实这为什么 我觉得这很像电影剧情 因为我本人就是有在看了一个 指定幸存者 就影集啦 然后就是也是有讲到 就是说 总统的儿子啊 他就跟一个 你看你现在有没有爆雷 应该不太算啦 但是他就其中一个桥段 然后我自己也是印象深刻 就是总统的儿子 就是跟一个 就是也是年轻的 异国风情的 小女生约会 OK 然后后来才发现 也是类似间谍的角色 就是就会觉得这种情形 就是当你是身处在 即便你甚至不是 就是政治当事人 就是不是政治人 不过总统的儿子 其实也是蛮大 蛮重要 就让他想到 这个准总统 准美国总统的这个儿子 可能又有类似的事件 对对对 又差题了 对就是说像这样子的情况 确实就是你在 私生活中就要变得很注意 真的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的过去这些经历 会被派上用场 会被拿出来检视 对 难怪人家会说政治 就是不敢进 没有啦应该说要很小心 要很小心 应该说 其实我觉得回头可以回来检讨说台湾的政治权 你看这些政治人物你可能会觉得说 哇这些人好像都很糟糕或什么 但是必须说 你现在在台面上还看得到这些台面上政治人物 已经是筛选到一个程度了 就是他们要现在浮出来 已经是就是经过千条细选 其他有过有黑底的有什么底的 他们上不来 对已经上不来 已经被砍掉了 现在已经是 the best you can get 已经是你可以得到最好的了 好好好 对 我只是就跟某某在聊 说哈那这样像这样子的新闻出来 那对于很多 例如说华裔面孔的女生 不一定要女生好了 就是华裔面孔的人 如果他们在 就是例如说政治的这个领域中工作 那不是都会被受到什么身家调查 OK 就会 我会 我就觉得如果今天是一个 我想要去 美国政治的 去当幕僚或什么的话 我好像就会被当成就是间谍 你是共产党 对 然后就觉得很 就感觉心情就很差 所以我觉得这又回来到我们另外一个最近的议题 就是所以这个时候 别人当别人问你说 where you from 从哪来的时候 啊你就要说 I'm from Taiwan I'm not from China I'm not from China 对 我说台湾我不是中国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 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嗯 华航 嗯 然后就是要改 就是要改那个 途妆嘛 改妆对 改妆对 你有没有看到最新的改改法 有啊 就是原本原本 改了一个我看不懂字 对原本 China 叫做那个 China Airlines 对 原本说因为那个China 会让别人觉得 啊 你就China 你就不是台湾 你就中国嘛 好 嗯 结果他改了一个 因为最近都是货机比较多 因为都是没有办法再克 疫情的关系 好他货机改装了 他货机 他一样有China Airlines 但把China Airlines那个字啊 弄很小 就是就是那个字体 嗯 那范妮有做生机 你不要聊 就是那字体原本是什么 几号字体 然后缩小 然后放到 从20变到7这样 之类的 20变成7 然后原本就是在那个 飞机的头的附近 然后缩到尾巴那边 就变小 然后变后面 好 但是China还在 嗯 还在China Airlines 所以 还是会觉得是China 然后那他那个货机啊 他加了一个 他在一个地方做一个 巧思 因为货运的东西叫做Cargo C-A-R-G-O 好 然后呢 他们觉得 哎 好像多一点台湾意象 对不对啊 那时候好像说 要多一点台湾意象 他做了什么 他在那个C的那个中间 不是个 C的中间不是有空的地方吗 英文字母C 他把那空的地方 原本应该是一个弧形嘛 他把它刻成那个台湾的剪影 嗯 他就C里面有个台湾的剪影 Cargo 这个 这个图像的寓意好像有点 怪怪的 老外哪知道 你说你台湾的形状 你就什么什么Car 你那个C是不是印刷的时候 坏掉了 而且我自己看的就很不爽 是说那个C啊 就是那个意思 就会让人觉得是C for China 然后他包着台湾岛 对对对 我今天懂啊 我今天懂啊 对对对 我觉得小姐是什么意思 是C for China 台湾嘛 是这个台湾就是被 中国的一部分嘛 那这样改 那你真的也没有台湾意象的效果 你看连麻瓜都看得懂你在干嘛了 对 就是 不要说别人没有敏感度 不要说太敏感 对那你这样子怪不得 像刚刚前面提到说 哎那你就说你这个台湾人 然后 或是你是这个 这个台湾人 因为是东方面空 然后被人家认为说 啊那你是不是共产党的间谍 没办法 你就不 你就故意跟别人 荧幕混出 你就叫自己C for China 快1月了 可以换护照了 哎对 对不对 所以突然提醒大家 1月可以去换护照哦 护照我们有没有讲过 我们有讲过啊 护照其实效果 他们的方向有点接近 但是 他们处理的比较好 他们处理的比较好 因为护照 一样原本有Republic of China 也有China 他把那个China弄超小 如果以字体而言 你说如果以飞机而言 他可能是20变到什么 10之类 就是大概小一般 但是护照这种20变成 2 就是如果 你必须要放大镜 你要刻意的去看 才看得到那个 什么ROC 然后好像写 而且好像写三遍 就围了一个小圈圈 对嘛 如果你要改 然后你没有拿掉啊 对 你说这样 可以念在有创意的份上 虽然还在 但是我们没那么在意 但是你说 你像华航那个机身 China又在 那你加了一个 根本没人看得懂的 台湾的那个异象 到底要干嘛 你这样怪不得 会被人家觉得是China 对 好生气啊 还为此发了一个 动画 漫画 因为因为 因为没有梗 那你这样干脆不要改嘛 你改了好像就是 大家就 买单一样 你这样改不是 开大家玩笑 所以他们是基于舆论压力 还是说官方有 因为立法院有做一个权益 就希望华航 那时候护照跟华航一起嘛 就是希望能够 呃 不要让大家误会为中国 然后增加台湾的异象 对 那他们有达到啊 他们就是 护照有啦 没有我觉得他是 走法律边缘 就是 他有想说 他那表像交差吧 就台湾异象 不达到台湾异象 什么是台湾异象 在这个C里面 就我今天 那个 这两天就 也是执政党 民进党立委 就出来开机会 就吐槽他说 你干脆加珍奶 都还比较快 就是对吧 啊你放一个那个 那个那个 别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又看不出来 你放个珍奶 大家知道 还有那种宣传 哦还有产品 然后这珍奶 然后还有bubble tea 然后会来台湾买 这样子之类 对 好气愤哦 这样有解答到 那个什么中国间谍 会不会误认的问题吗 我觉得还是有 对 有啦 我也只能说就是 如果你真的是 来自中国好了 嗯 就是你是中国人 然后你在 可能美国你要发展 就是属于外交法律 呃法律政治 之类的专业 高度敏感的 这个科技 但是你或许不是 就是共产党的意愿 但是你就是 真的必须要去承担 就是 共产党现在在世界各地 所做的事情 对 的坏名誉 这就是 可是我这样也替他们赶上 就是 当然希望中国的人民 能够站起来 对对对对对 对 这样的话 我也不要一杆子打翻 所有的中国人 因为 有 有那 有那 我只是想这个画面 一杆子打翻 那个有十几亿 觉得那个会好多 好多会撒出来 哈哈哈 好 我回来 没有没有就好了 就是只是说 帮他们也讲个几句 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就 我觉得其实这个话题 是有 有是有意义的啦 就是 可能 如果你也是在美国 或是 刚好在 那边有 就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话 对 或许这也是一个 值得大家去讨论的事情 对 或是说你在认识新的人的时候 你就是多一分 警觉心 多一分警觉心 哦 对啊 对我们警告各位 这个不管是政治人物 或是 有心于政治的这个 的听众 真的 交朋友要小心哦 真的哦 对 免费的最贵 你这样到时候 对不对 去去这个 有人要跟你献殷勤 出面就留下 不可抹灭的记录了 哈哈哈 好 我们要换下个话题 小心小心 很危险 好 然后我们 另外另外就是最近有一个 也算是就是泄密的新闻啦 就是 揭露啦 什么泄密 踢爆 踢爆好 踢爆 对 这样的第二个新闻就是讲那个 中共党员名单就是 对没错 有一个外泄这样子 对 这一个这边是一个英国的媒体 这边揭露的 那他们其实 我觉得那其实 蛮恐怖的 又是英国一个媒体 叫那个周日邮报 那 他揭露了一个名单是 中国共产党 党员的资料库 就是有一百 大概一百 好像快两百万笔 的那个党员资料 很多呢 对 那那个资料后来揭露发现了 在很多地方这些共产党党员都有进驻 都在里面工作 比如说像哪里 像英国大使馆 英国大学 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型企业 龙头公司 都有党 中国党员在里面 就是他们这些 企业里面都已经有党员进驻了 那 可能会觉得说 那个 那个还好啊 那党员又怎么 又是什么样 就大家有这个政治性的自由啊 但其实中国共产党 或是其实这个 早期的这个共产党的延续啦 他们其实他们本身就是一个 特务组织 嗯 他们必须 就是他们加入的时候 就是 大家跟看电影一样 他们就像那种 叫什么那种什么 绑会 还是什么黑道一样 他们是要 对党宣誓什么忠诚啊 保守党的秘密啊 所以像兄弟会的功能 兄弟会 就是这种大学 就是那种什么酗酒那种吗 不是啦 我是说有些人加入那种会员 社团有时候是为了要交朋友 或是 共产党那个不一样 不一样啊 他那时候搞革命的 OK 对他们就是要这种 宣誓对党忠诚啊 对党保密啊 工作啊 为共产主义奋斗忠诚啊 永不叛党啊 就是那种 就是 你可能到叛党要被夺手 可能不止夺手指啦 对可能就是 可能都 那个会背叛就小命不保那种 而且 他们 就是他们有义务啊 要 把 为党做事情 所以说你他所经手过的资料 比如说你当然你可以说我领一份 呃我去工作 我领这个公司啊 这个单位的薪水 那我要对这个公司 这个单位 忠诚 但是他同时有这个身份之外 他也有另外的身份是他要对党忠诚 所以党如果有指定 刚才讲说你必须把什么资料 A出来 偷出来 他有这个 义务 要帮党 要帮党执行这个任务 这个是他们在党的宣誓的时候 就承诺的事情 所以 所以这非常恐怖 因为像比如说 哎 他们发现的资料是说 英国汇丰银行 还有那个HSBC 还有像 雜达银行 就有超过600名的中国党员 中共党员 在里面服务 然后像是有个那个 很有名的药厂叫做 最近还有那个研究COVID-19 就武汉肺炎的疫苗叫辉瑞 那里面也有就是上百位的那个 中共党员 还有什么像什么 Airbus啊 波音啊 劳斯莱斯啊 这些就是大型企业 因为这些企业 其实他们都有做什么 做一些 战机 像那个空中巴士波音 他们都有做一些 飞机引擎等等 跟国安有些关系的 或是有做一些就是 这个国防相关的机具 这些其实他们都有 这个党员在里面 他们如果经手了一些 机密资料 那 很有可能都会洩漏出去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蛮 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对 而且只在英 英国这方面揭露的 一两百万 的这个党员 谁知道 到底有多少 在其他地方 但是像这个名单出来之后 其实公司能做的也就是 只能赶快把他们辞退 但是 当然他们 但要看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具体的泄密 哦 那可是这样不就很尴尬吗 就是如果他 没有办法 举证说他有泄密 就只是说他只有这个身份 嗯 然后他用这个身份 fire他 不是中国又会再 拿那个 那个 种族歧视啊 遮羞不出来 这样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 排挤中国人 对 我们难道连这个 你们不是最想说自由民主的国家吗 怎么因为别人的政党 就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个让他的工作权丧失呢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 他讨厌的地方 他就自己明明没有这些 自由啊 这些什么民主等等 但是他用 他用低标准要求自己 然后高标准要求别人 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 台湾现在面临的状况 就是我们 想要做一些 就原来我们叫做 防卫式民主啦 嗯 我们是必须 建立在我们的民主自由 能够永续的情况下 要去做一些规定 不能够让 别人 这个对我们的入侵 是无限上岗 对所以 就像其实最常见 就算我 我就算把他fire 或是让他离职 就算他 不知道他有没有泄漏什么资料 但至少我们 内部的一些 什么原理像是 各种 嗯 最简单来讲就是 帐号密码 或是有一些规范 一些 都要全部 想要新的 修改 对 有点像换钥匙啊 比如说假设 你原本跟你的这个 呃这个 这个 伴侣同居 住同一个 那如果分手了 至少要换钥匙 对 不然他可能哪天 想要跑进来 就直接进来 对啊对啊 所以至少换钥匙 就这个概念 嗯 这个曲例应该 应该还可以 还可以 但我只是觉得 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很 无解 就是 就是发 一发生之后 就是例如说公司 他们可能 并不了解这个情况 然后他们 你看几百位 你刚刚不是讲几百位 两百万 不是我是说一间公司 可能有几百位 对对啊 可是就是这几百位的 就是好你说把fire 其实他里面 一个人负责的业务 然后这样四百位 这样负责的业务 其实也是牵扯到蛮多事情 那所以其实就整套都要 都要换掉 那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我刚我刚一开始想到说 那公司可以怎么说 就嗯一开始在面试的时候 问说你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可是他可以说不是啊 对啊对啊我想也是啊 难道他会想说打勾 是这样不可能 或是他直接不拼就是中国国籍的人 当然这样会就会说种族歧视啊 就说啊你都不给工作给那个 所以就麻烦啊 就是一样用用这个 用这个对自己低标 对其他国家高标中国的战术 就是这样子 这种东西都没有答案 只能小心再小心大家开公司 诶这个更 对对对 哦所以第一个刚刚前面跟我们讲 交友要小心 第一个开公司要小心 对 而且这个让我们想到 我们刚刚第三个想要讲 哦你说 哇你这转的也蛮硬的 哪有很接近 这两天就是 有一个有新的话题 哦 因为中天已经确定就是 哦对 要要被下架 就像川普 川普有确定 什么川普要下架 他没有那个投选举人票 对对对对 饭水你上礼拜你有去看那个吗 他们中天新闻台 在电视上面的倒数 下架直播吗 也不是下架直播 就在电视上的啊 你说毕业典里吗 在那个五十五十五十二台 我家没电视啊 哦你家没电视啊 哦你没有跟到 我也没有跟到啊 我那天还特别就是锁定五十二台 哇 然后陪他看到十二点 哇塞 你知道他们最后一幕在做什么吗 不知道唱歌吗 说毕业歌 他们全体 他们唱的不是毕业歌 他们全体同仁最后在那个十二点 就零点零零分的时候唱的是 再出发 哦再出发 诶这样会完全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 诶不会啦 没有没有很准的话就没有完全问题 OKOK 再出发哦 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再出发吗 有趣了哦 哦 他们在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度在出发 那个叫做 YouTube YouTube 对对对 你不是有有有有 有整理说他们现在那个订阅 对啊就是就是 其实就讲直白一点就是 中天现在要把他们所有的内容 跟所有的content搬到YouTube上面 主力要做在YouTube上 你你平常会看YouTube吗 你说中天吗 不是我是说 我是说你自己平常看 看节目看内容 我自己是看很凶 我就是那种标准就是会去迷那种 YouTuber啊 就是那种 就是阿滴英文或是什么 就是那种 我一定会去追的追的那种 然后我想说 中天要过来当YouTuber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还蛮妙的 就说他们到底要怎么进入这个市场 然后后来就是 又看到说 他们的订阅数 已经破200万 你知道200万 其实不容易耶 我不知道 没有概念200万 那相当于这个多少 嗯 600万订阅户的话 通常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知名的YouTuber 才有 就例如说阿滴英文 应该有200万 然后这群人 而且他们都是经营所谓 十年 或是五年 就是一定要一个 而且是在网路上经营喔 嗯 那样子程度才会 才会有机会破到200万 我现在看那个 那个中天的订阅数 已经是有221万 对阿你看以他这样成长速率 他是不是 可能 明年或是年底之前 有没有机会变成台湾 就是全台湾最多订阅的 另外还有一个数字页 那个就是 因为直播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可以 在那聊天是不是可以 那个叫什么 donate 捐钱 对对对 又有人去统计那个数字啊 就发现说他现在 好像 欸这个时间 时间不知道是一个礼拜内吗 还是多少 他的 抖背抖内的金额 已经超过100万 好可怕 因为你知道身为就是一个 资深的 YouTuber村民 你知道 资深YouTuber村民 因为我也是看了 我试图理解这个意思 就是YouTube村民 就是会 已经在YouTube上面 看影片看很久很久的人 大概 就是你知道那种 大学就开始看的 然后就会对于 离大学很久了吗 有一段时间 但是 反正就是那些 现在 线上大YouTuber 还没有那么红的时候 我就也是有在 在看这样子 然后只是 就会对我来讲说 怎么那么快就可以200万 我甚至一度觉得 这个200万是 充出来的 就是不是真的 OK 真的人去订阅的 然后 那个钱 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是 100万台币欸 可是 这是很惊人欸 可是我反 我其实会反过来想 第一个就是200万 那也不是说这两天 就这几天开始充的嘛 因为他其实一直以前 都有把他们的 内容上到YouTube 只是没有就是 原生性的去经营 所以原本应该就累积不少 所以原本应该就累积不少 而且尤其是 两年前开始就是那种 韩国瑜正航的时候 有没有 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有 累积了一定的人数 而且后来也有看到 原在讨论说像 抖内100万对不对 但是他们中天要 的那个编制啊 他们是做一个新闻台的编制的话 他们可能里面有几百人 你像比如你刚刚讲说像 什么你刚刚讲谁 比如阿滴 或什么什么这群人好了 或者什么什么是 刚才还有什么红的 什么Jowman好了 他们其实但 他们其实团队可能是 一个人为主 然后或是五六个人为主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周边 相关的工作人员 他们也不会到百人啊 所以他们是用可能是用 100 你看100 他的100万是要给 比如500人去花的 可是我自己觉得中天他做这件事情 并不是为了赚钱 我认为啦 我他们最大的目的还是 就是希望他们的属于中天的立场的内容 被更多人看见 的影响力 然后YouTube 我先分开来讲好了 就是在台湾有 就是会管那个电视的法条嘛 可是其实YouTuber制作的内容 就是大家现在在YouTube上面 看到那些内容 其实台湾还没有一个很 完整跟成熟的法律 去管在YouTube上面 所制播的内容 对 因为其实 我觉得这个的原因啦 因为像电视的频道 其实相对的它是稀有资源 就比如说你52台 你放中天就不能放其他的 嗯 对 但是网路的 网路比如YouTube 没有这样的限制啊 比如说你不会说 因为中天要在那边开 那你其他的媒体 就不能够卡在那个位置上 你那个连结是无限的嘛 对 大家 你只要有账号 你都可以上 所以 相对于那个管理管制的正当性 比较麻烦 对 政府没有那个 手的那理由可以去介入 那你频道有啊 你就是你占了52 其他人就不行嘛 你在52上面 这个占着毛坑不拉屎 或是乱拉屎 那 政府有权力说 在你六年要换招的时候 我不让你 再给你六年 让其他更好的人进来 那YouTube上就 没有这样的规定 你也可以说他很自由 就是很有创意 就很多表现的空间 可是相对来讲 他也会做一些 就是比较有争议的内容 然后却没有法律可以去 明文的去治疾他 这两天就看到 他们好像比较 什么什么 放飞自我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在YouTube上面 对 像那个他们就什么 播新闻的时候 然后还就是 吃播吗 是这样讲吗 你说播主播吃东西之类的 就吃东西 边吃东西边报信 就想说这个在电视 在电视上 就还有那种束缚器 一样就绑住了自己 现在就是已经完全就是 释放了 我被插了 我烂兵一条 我要做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就很多评论就说YouTube 而不是YouTube 中天要就是转战YouTube界 就是大放异彩 大放异彩是我自己讲的 但是我也觉得 我自己有看到就是一些评论 就说有一些年长者 甚至就是为了要看中天的内容 就是问小孩说 叫我怎么用YouTube啊 什么的 然后好像他们旗下 其实还是有很多所谓 就是 就是青蓝 青蓝的YouTuber的内容 就是他们也涵盖了很多的 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啦 就是好像就是中天的进场 就是吸收了这些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视力 在那个YouTube上 他等于是 就你可以假设想像有个数字 比如说也许有五十万人一百万人 他们原本是根本没有使用YouTube的 但因为中天从电视上下架 他们也都看电视嘛 但没有中天的他们都跟他讲说 啊那你现在要改看YouTube 对 所以也许在台湾的YouTube市场 一下多了一百万的用户 嗯 哦 那是一个新的市场 可是我必须要 那我没有来做给他们的节目吗 我一直要一百万这样子 我只是觉得这个 会有没有可能会冲击所谓的YouTube的生态 就是观众生态 OK 就是我自己的观察 我认为就是台湾的年轻一辈的YouTuber 他们的立场其实就是比较偏所谓 呃年轻人的主流立场 OK 就是比较民进党一点 比较比较支持台湾主权 支持台湾主权的这样子一个立场 然后如果中天他们 因为必须要承认就是你就从韩国瑜的 就是投票的结果来看 台湾还是有很大的一批人是支持就是所于 跟中天的价值观类似的 对对对对 那这些人他们本来可能是散落在就是看电视啊 嗯 或是只听传投灌播 然后就是因为中天他就是一个领头羊 OK 他就带了这些摩西你知道吗 所以带着一群星众 这画面好不舒服哦 你就他就跟着那个红台这样子 OK打开来 对然后他就 杀进YouTube 他就灌进来了 OK 然后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市场突然 改变 我就我单纯从商人立场角度来讲 你就发现有这个市场 OK 那这个一定就是会跟一些你经营的价值观产生冲突 OK 那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好像可以来偷偷观察 如果几个大的YouTuber 会不会因此去 调整他们的态度 对一些议题的态度 或是内容 或是他们可以就坚持住 但是会不会因此影响他们流量 不知道 因为他们发现说有一百万个新用户 他们是可能的潜在用户 嗯 他们如果发现说 欸我只要稍微调整一下 或者我的用词这个稍微 稍微所谓中立一点 欸 说明这一百万人就会有五十万 挤到我这边来 欸那很补欸 对啊 因为不得不说就是YouTube 现在也不是很好经营 你看订阅数 我其实教大家一个就是 你知道 反正我就是村民的一些 村民的一些观察 就是其实订阅数 并不代表那个 那个每一集的观看率是好的 嗯哼 你像有一些就是两百万订阅 可是他的单集的 就是观看数 其实可能也不够高 他也可能僵持很多 所以真的去看的不多 对他的黏着度触几率也不一定好 那有些可能相对他的 总订阅数没有很高 可是你就发现欸 他每一集怎么都有办法 可能破五十万或是什么 嗯哼的那种情形出现 所以就是订阅数也不是一个绝对啦 就可能他只是在行销上 就是拿出去给业主看觉得 OK 而且买的 这可以买的到 因为你单纯看那个中天新闻 他们家的订阅数是两百多万 可是他单集其实也就是 七八万 就是可能他们也更新的太频繁 因为都是小折小折的新闻 所以他们本来量也充不起来 所以那个 对 不一定能够当做判断标准 但是我真的也是满期待说 他们这样的一个进场 他们带来全新的听众 然后 然后他们这批听众 因为毕竟你知道 每个人就是只有24小时 那今天 今天你看youtuber 他们本来是比较就是年轻人立场 所以他们就继续继续做 就是所谓 台湾主权独立的内容 本来就是蛮正当性的嘛 因为反正看他们的 他们的认知下就是 观众就是比较年轻人 所以他们认同他的立场 就是会一直看 对 但是今天有好 有这个所谓新的一批观众 进来了 那他们要怎么去 生产产品 去服务 这群观众 但是又不 违背他们的价值观 我不知道这件事 会不会 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我倒是想到的是说 与其说这一百 假设一百万 我们也不知道 随便讲这个数字 进来这个市场 到底他们会改变市场生态 还是因为 你看他们原本的实用模式嘛 开电视之后就锁定52 但是现在到YouTube之后 旁边都会很多连结可以点啊 对 他们会不会不经意的 就点到了其实 也许其他另外一种价值立场的影片呢 会不会 不是他们改变市场 而是这个相对于 比较 呃 自由或是比较 呃 多元性比较高的一个 呃 社交平台 你是期待 改变的他们 多元的 可是这就让我想到前阵子 不是在吵说 脸书治国吗 哦 就是那个演算法 YouTube也是一样的演算法 那YouTube的演算法 通常他都是推播 你感兴趣的内容 哦 OK 所以越看越奇怪 可是我不会丢一个 你完全不想要点的东西给你啊 哦 你知道就像你买东西一样 你要买裙子 然后突然出现一件笔记尼 你也不会点下去 我我我我我我我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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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我没有概念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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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概念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你 我觉得这个就是Youtube的 需要去慎重 看重的事情 对也许一个月之后 再来看就发现 哦 这整个Youtube长方都不一样 可以可以观察一下 我觉得我我自己觉得或许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在就是 不是有一個什麼數位內容管理法還是 我記得前一陣子 NCC雖然有在研究一個 其實就是要管理 也許不同平台上面的內容 有一些立委會 因為這件事情加快的監督 然後趕快推動這個法律的 的出現 也許不一定是要管制啊 但至少也許有些相關的規定 不會亂來 那我覺得Youtube本身 在台灣他們也有辦公室 那他們 我相信他會比我們更敏銳的 觀察到這個現象 然後後續可以觀察他們 會不會 會出現什麼動作 我相信應該也很多人會出來評論啦 我們只是先講而已 對 好 反正我覺得這個 大家很值得觀察 就是 中天他們雖然離開了 電視台 但是他還沒有離開我們的生活 對 所以 大家 還是要有敏銳度 不是說這個 就是贏了喔 沒有喔 沒有喔 沒有這樣就結束 對 思想這種東西是 需要時間去努力的 對不會 他至少教你的 也許教你的長輩如何使用Youtube 喔 你要有正面 那你就可以教你長輩就是看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對 或是聽我們的節目 也可以 趁機幫他訂閱 我們Youtube上面也有做啦 對對對 可以Donate我們 欸 對 Donate 很重要 然後最後也就是想要再回應一下就是因為近期留言 比較多 因為我們有一直提到 我們大概會做到45集左右 就是第一季就會休息一下 然後調整一下方向 然後可能第二季再跟大家見面 嘿 然後一些留言啦 但其實最近留言就是問我們說是不是上錯 哈哈哈 就是42 43集內容變42集 不錯不錯 果然有認真聽 嗯 但是我覺得很可愛 他們就是也有回說 喔他很喜歡我們啊 然後他喜歡我提供的素人觀點 喔 這是人設啦 對 故意要提供一個素人觀點 你看他自己知道他有共鳴耶 呵呵呵 就是你知道我就帶 這是你留的嗎 不是 可惡 就是我有一群小小的就是 同學 同學耶 是同學 喔喔 一起跟那個 萌老師學習 萌老師沒耶 沒有人設如此啊 對 所以就 都要跟請教犯的 哈哈哈 可是我自己看我覺得就是 有 有貼近我們初衷啦 就是說真的有吸引到一些 所謂覺得 想要 麻瓜 對麻瓜 想要學習更多的人 然後留下來聽我們就是講垃圾話 呵呵 沒有不是垃圾話 就是友誼的事情 然後我們 呃 YouTube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留言啦 另外就是反應聲音的問題嗎 喔 有剛這一集表 說你聲音太大 還是我聲音太小 就是你知道嗎 就兩種說法 要罵我就說我聲音太大 要罵我就是我聲音太小 對對對 但好你們 你們可以留言告訴我們這集有沒有好一點 好 我夢他撐冷淚 對對對 我現在還在平板 我從節目錄的音樂一開始就撐到現在 他可能就是再多錄幾集 欸你要是一開始都這樣錄的話 你這樣七個月下來就有腹肌了 呵呵呵 真的 真的 意外的收穫這樣子 還獲得一組腹肌 呵呵呵 加正腹肌一組 做這個節目 所以啊 聲音的部分我們就是會注意 嗯沒錯 我們希望可以這種 對我太小的時候會惦記 從 生理上去調整 呵呵呵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有提到說 我們上個禮拜有講了一個很精彩的 刺客的故事 噢刺客 如果你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的話 記得要回去重新下載43集 對 台灣之村 對 然後裡面有一位就是政治才的前輩 對 然後他們就想說 欸有沒有機會去找他們來 哦 我覺得就是回歸一句話 我們節目要夠紅 人家才會想來嘛 嗯 所以你要把我們節目分享出去 我們才有機會邀請到厲害的人 不然你以為這些長輩 吃完課就沒事了嗎 對 他們很努力的 吃完課 就 還在為台灣的那個民族 就是付出中 對 很忙的 幫我們宣傳 我們也會在想 因為我們包括說 之後可能會要第二季嘛 開始想說是不是找多一點的 一些來賓啊 等等的 來訪問 嗯 對 我們也應該會觀察說 我們做了四十幾集來 每一集的狀況 哪些題目是大家 比較感興趣 我們就可能針對那個方向 想去做一些 發展 對 有趣的企劃 然後 大家喜歡的話很重要 所以 你要珍惜就是這幾集 可以留言給我們的機會 對 就是當然我們 之後我們就關留言 不是啦 不會啦 就還想留言的話 都可以告訴我們 沒錯 然後我們今天聊的相關內容呢 都會放在下面 對 點點點 點 就是自詢欄 然後我們 我們的 也有 臉書 IG 還有 Youtube頻道 那記得開啟小鈴鐺 都歡迎大家訂閱 然後我們這集也有 就是 屬於Podcast的IG 叫做 WatchOut.Podcast 嗯 記得 Follow 嗯 小編 上禮拜很開心 因為很多人跟他說 欸那個極速上錯了 哈哈哈 突然有失作 突然好火月 沒有開玩笑 就是 就是我覺得有這些互動都是好的啦 因為會讓我們覺得說 喔我們是 真的有人在聽耶 耶 耶 也測試成功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才會出來 你們是怎麼樣 沒有啦 默默的 沉默的大多數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要跟他們講說 其實我們下禮拜就要結束之類的 喔 對啊 趕快留言告訴我們 最後一集想聽什麼 欸 最後一集 對啊 你們不是很想瞭解我們嗎 不是要知道我們星座嗎 欸 那一位 星座不是已經講 欸對啊 他不知道有沒有在留言給我們 跟我們講說 到底想要 我們做什麼的內容 對 所以趁最後這個年底之前 大家趕快來跟我們說 開放大家許願 我們剩下的幾數 就是能夠滿足大家願望的 就算是回饋我們的 就是一直以來支持我們的聽眾 嗯 沒錯 對 因為我們也是因為有你們 我們才可以堅持這麼久 沒錯 然後最後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的話呢 一定要定期 定格 支持沃草 做更多更好的內容喔 好 那就 記得對著我們臉書喔 下禮拜再見 下禮拜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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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